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叫做自动 我们说自动同步代码 明白吗 自动同步代码 那自动同步代码它的过程还是一样的 开发人员干嘛呀 来推送什么 我们的本机代码 是不是到远程 是不是到远程 那么然后干嘛呀 我们的线上服务器干嘛呀 会什么 自动干嘛呀 给同步过来 明白吗 那这个之前我们是怎么过来了 自动是不是手动 就说你来 我出发到了吧 出发到了然后干嘛呀 因为你自己怎么来的 我首先是问你信右机 我在这里话信什么信右机 右机完全了以后 接下来干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在这里话来执行了这句话操作呀 是不是才过来了 现在是干嘛呀 现在现在这句话不要执行了 我在这个地方右机一下给它干嘛呀 OK啊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来找到忽略文件 找到忽略文件 OK啊 我在这个地方找到忽略文件 然后我把有个东西给它忽略掉 哪个东西给它忽略掉 OK啊 那忽略掉这个文件以后 然后又接一下我在这个地方选择一个叫做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忽略 忽略两字大家能帮我看到吗 删除并保留本地 删除并保留本地啊 这时候我们 还没有干嘛呀 没有什么 在这在这 OK 是不是添加一下 我已经添加去了 已经添加了 已经添加了 说白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来 大家看啊 干干嘛的 这个地方的话 说白了 我就把它添加到忽略这种东西 就是一会儿 我们干嘛呀 哎 干嘛呀 这个东西干嘛呀 我还不能删啊 算了 就先放着吧 OK啊 那么现在我在我在那上 因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阿帕奇启动着 现在这个东西 我现在解决不了它 明白吗 那现在呢 我们怎么去做啊 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情 大家跟上来一个顺序 就是说我现在又急一下 我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进行推送的时候 大家看啊 我在这个地方 进行推送的时候 我远程服务器会干嘛 第二个 我远程服务器会干什么事 我远程服务器会自动的干嘛呀 把我这个代码干嘛呀 给它抓过去 明白吧 现在是不是好了 我再版本控制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 要做的事情 现在明白吧 那怎么去做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写一下 这时候我们要使用什么 使用我们 Gate什么 Gate就是Gate服务器中给我们提供 就是给我们提供的什么 有个叫Webhook 也叫做什么 勾子 没有办法勾子 OK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 在代码推送 推送完毕后 就是完成后 完成后干嘛呀 会服务器 也就是Gate服务器 Gate服务器会主动向谁 向我们的什么Webhook 这个什么 这个纸巾的 纸巾 UIL 地址上 干嘛呀 发送什么 Post的请求 你看吧 是不是会发送Post的请求啊 那此时干嘛呀 我们的什么 线上服务器 就会干嘛呀 得到什么 此请求的一个什么 什么一个动作呀 是不是请求的 就说我这个Post的 什么在这等着你啊 你帮一下一个 我提送一个数据 我是不是就得到了 是不是得到这个请求动作 一旦干嘛呀 一旦我得到了什么 此请求什么 动作 我就会干嘛 执行什么 执行我们刚才的这个 需要命令 哪个命令呢 把这个命令干嘛呀 是不是就执行这个命令就行了 那说白了什么意思啊 我只需要绑定一个UIL 然后让他推 邦 这样一推 我是不是就接触到了 一接触到 我是不是就执行这个动作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明白 可以吗 OK 那可以的 我们是以什么 以开运中国命令 以马龙 马龙 龙龙 以马龙的Gate服务器 是吧 为你 为你 我们来 设置什么 Webhook OK 在哪里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问一下 白布Hook 知道吗 很好 那就等于说不知道呗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管理 这么好用的东西 这样不知道啊 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是不是有个管理啊 剪辑管理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问题 能看到吗 缩小一点给大家看 剪辑管理 是不是就有一个这个 能看到 OK啊 那么剪辑管理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S 那么我们就加S OK啊 什么Webhook 那这时候呢 我点击什么 点击他 点击他的时候 这时候干嘛呀 每次您poss代码后 会给远程的HTB 发送一个poss的请求 Webhook会增加什么 金金支持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都不重要 明白吗 重要的是什么 是这句话 只要你一poss 它是不是就会给你 在指定的 原料地址上面 发送一个叫做什么 是不是post OK 那这就是很重要了 明白了吗 那这时候 我们怎么去做呢 你们要一定要知道一点 老师的这台服务器 IP地址是多少 OK 这个地址能不能让 为什么让你们知道这个地址啊 因为人家这个地方说的 是不是http 你要不要一个远程地址啊 此时我们是不是就需要一个远程地址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 能看到吗 添加完成以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一个地址来了 那这个地址呢 大家跟上我的一个节奏 我们用什么 我这刚才的那个IP呢 是不是在这儿 那么我在这里往来写上一个什么 webhook 点pip 可以吗 密钥 你要愿意写 你就写 不愿意写 随便 可以吗 那这时候 问我什么事件的时候会出发 那肯定是post嘛 就是说你客户单post 是不是推送过来了 我才出发吧 其他的要不要出发 OK 可以吗 OK啊 当然这里最好是要用什么 这里最好不要用IP地址 最好是要用 玉米 可以吧 当然我这个地方是没有玉米 可以吗 那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一下 这这个地址是一个什么 外网 可以是吗 访问的是吗 可以 明白吗 是不是外网可以访问的地址啊 OK啊 那这时候来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在 在后台我们干嘛呀 来添加一个什么 webhook什么 hook 或者是什么 请求什么 事件地址 OK吧 那这时候我什么就添加好了 OK啊 那这些东西呢 给所有所 OK啊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地址呢 是不是已经就添加好了 但是这个地址添加好了 只是添加好了 明白吗 你需要干什么 cd 啊 我这个IP地址是在哪呢 就是通过这个IP直接访问是在哪呢 是在这个地方来 OK 大家来看好 是在这个地方来 那么我新建一个叫web什么 刚才是不是有个s.pp啊 ok 然后呢 按一下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来干嘛 i 靠一个 e 然后来保存 这时候大家来跟上我的一个节奏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访问他一下 哎 这个地方耍一个 有没有成功 可以吧 那这时候呢 我在这个地方来 我把这个地址在这个地方来 再次发 就是 我再 嗯 我再确认一下 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一次什么 是吧 添加 添加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更多什么 说明 当然这个地方呢 一一打印也无所谓 这个地方只是人家一个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给你一个监控啊 是不是监控 啊 这个地方来有个更多说明 更多说明当中呢 其中有一个什么 添加货格子 OK 然后呢 干嘛呀 是不是就告诉你怎么去用啊 是不是怎么去用 这个东西呢 还有一个东西 是我们一定要干嘛 后面要看一看的 哪一个呢 就这个地方来 有一个叫做 是吧 提送过去的一个参数啊 是不是提送参数啊 其中有个东西叫做什么 能看到这个东西吗 这是不是这个东西看的好眼熟 在哪里看到的 你看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Head图啊 是不是Head图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设置一下啊 I告一下 Dollar什么 Sava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来 我们就能获取到这个东西 OK 当然这个东西呢 我们都要搭写 这叫原生吗 你原生或许 看的图信息 你不是通过这个命令 你通过什么命令的 你能告诉我 是不是这个 加T1吧 加T1 T1 OK 是不是就写完了 写完以后大家看好 我直接 哎呀 我是不是直接保存啊 保存以后 这时候大家来看好 我这时候回退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干嘛 走一下 再回来一下 这时候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有没有出发全部 有没有 你要当时没有刷新一下呗 这时候来 我在这里往来刷新一下 有没有得到数据啊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怎么办 没有你这时候就刷点坏 是不是就有了吗 这时候干嘛呀 又急 又急 我们干嘛呀 来选择 Push一下 我们干嘛呀 我点击提交 推送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推送成功一次啊 能干嘛 那推送成功以后 那接下来 我在这里往来 我看一下他有没有 啊 这时候干嘛呀 有没有啊 OK啊 在这个地方呢 推送呢 我们有 大家看好 什么有历史啊 这 这是一次吧 能看到吧 哎 这是不是我们 刚刚推送的一个东西吗 然后呢 大家来看好 什么 你的详细信息 是不是在这地方 一乱无语啊 那其中有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talking啊 OK talking是不是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写的 没有问题吧 OK 那接下来干什么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干嘛呀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 也把它推过来了 能看到吧 能不能看到 那看到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 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这个值 它到底有没有得到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你看好 老师这样去做 我得一个talking值 这没问题吧 然后非要什么 put什么 contents 我在这个地方写个 a.txt 是吗 然后呢 我们把talking干嘛呀 是不是写一下啊 OK吧 那写完了以后呢 这时候干嘛呀 大家看好 我a.txt 在这个地方来 再次什么 编辑一下 编辑完了以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来干嘛 又急 我选择什么 什么 再来提送一下 小老师 我现在确保干嘛呀 我那边一推送 然后这边干嘛呀 能够给我写吧 这时候我发现干嘛呀 他有没有跟我写东西 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我刷新一次啊 然后呢 我首先发现了干嘛 这个地方干嘛呀 是不是包着一个什么东西啊 一个500兆 大家能看到吧 500兆 我们7.1 body 是个空 那刚才这个地方来 response 这个body 是不是也是空啊 那证明了一点 我们这个地方刚才干嘛呀 这个talking 这个地方是不是在黑的图里面啊 是不是在黑的图里面啊 他有没有打印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 是不是就没有啊 那没有怎么办 没有就把它删掉 写上一个什么 哎不是 差点干嘛呀 老师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前面好像补一个http 给 miss吧 OK 这个是吧 还少个h啊 还少个h啊 然后呢 这时候干嘛呀 我们是不是成功啊 成功以后呢 我在这里玩干嘛 是不是保餐啊 保餐完了以后 这时候干嘛呀 第二张 我为什么获取hide图信息 大家也能 要知道一点 我为什么获取hide图信息啊 就是因为我需要 这个talking对的情况之下 我才进行代码同步 明白吧 这就是我为什么 现在在这里 不死辛苦的 在干嘛呀 在这地方呢 得到这个hide图 我发现有没有得到 是不是没得到 OK啊 那么没得到干嘛呀 我这时候干嘛呀 print什么 搞啊一下 好吧 我这是干嘛呀 来 我看一下 他到底给我 变成了什么东西 好吧 OK 那这时候 我们在这里往来走 是不是保餐 保餐完了以后 我再次推那个 什么东西 挺好的 pip代码一会就写完了 主要是现在 我要得到这个图信息 明白吧 OK 那这样呢 我们不看别的 我就在这里往来 刷新一次啊 首先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吧 再来我们看年本 这个地方 有没有给我 打印出来 webcode OK 它是什么东西 刚才我们错在了 人家是下滑线 但是整个争魂线 是不是就永远 搞不得 我现在是不是知道 他要webcode 我为什么 要这么辛辛苦苦的 一定要得到 这个webcode来 我说了 我们得到这个webcode的 这个值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 人家传过来的 是不是叫什么名字 明白吧 那这个talking词 叫什么名字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再定一个叫web什么 webtalking 好吧 这个地方我叫talking 那么我叫做web什么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叫webtalking 是不是人家传过来了 那传过来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对比一下 if只有谁talking 和我们的谁webtalking 要是相等的时候 我才执行什么 这你们的代码 这是不是为了安全性啊 如果说我不做这部验证的话 会出现什么结果 你来 咱就干 是吧 那这是人家一旦知道 你这个地址以后 是不是又会出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人家不停的刷 你什么不停的通过 那代码 你服务器 那个稳定性 是不是就差了很多了 明白 可以吧 OK 那可以完成以后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说白了 就是要执行一个什么命令 那这个命令叫什么命令呢 我们把这个命令干嘛呀 是不是copy过来就行了 是不是copy过来啊 那这时候问题来了 PAP如何去执行 Linux命令呢 OK 那这时候大家呢 不妨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看一下啊 PAP执行Linux命令上面干嘛呀 叫不叫说 EXEC是不是也可以执行啊 OK 你看啊 这个EXEC是不是能执行 那除了EXEC什么system 是不是也可以执行 明白了 你看啊 我们往下走 你看LS它是不是执行了 有没有执行 是不是想执行就执行啊 来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什么 system 可以吧 那人家怎么去写 是不是写着一个说影号啊 呃代影号 那么我们也写着代影号 走你 是不是写成功了 可以吗 可不可以啊 可以完成以后干嘛呀 EX 退出 那接下来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在这里想 你好 实际 是不是写完了 接下来大家看好 我一旦把刚才的那句话写好了以后干嘛呀 他就会干嘛呀 我只要一退送 一确定 听话着啊 我一通一确定 这时候干嘛呀 太好 我们到哪呀 三W点 是不是这个 这个地方来呀 这个地方来呀 会出问题啊 刚才是吧 没写什么 啊 这个地方干嘛呀 激动了 激动了 还有一点 没写好啊 在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写上一个啊 写上一个 CD到 VR 3W下面 HTML下面的 3W点 点 支付 那个 租房网 是不是啊 是不是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再进行 明白吧 刚才干嘛呀 忘了写什么 写什么封号 没写方法吗 感谢提醒 没写方法 是不是就好了 这样来干嘛呀 我们到哪呀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大家来看哈 这个地方现在干嘛呀 我们再来干嘛呀 打开 TL点 A点 HTML 这时候大家发现 是不是还是没有变化呀 接下来干什么呀 大家跟上我那个节奏啊 我这时候干嘛呀 来多几个感叹号啊 然后保存保存 然后呢 右几 我们选择 AAAA 提交 推送 走 OK 这时候我什么就推送成功了 推送成功以后 那么这时候干嘛呀 咦 这时候干嘛呀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它 A点HTML 回转一下 这时候我们发现 它有没有变化 没变化吧 没变化没关系啊 没变化干嘛呀 我们看一看 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输出 首先 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的话 肯定是没有问题吧 大家这样一看吧 这是不是肯定没有问题啊 OK吧 那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 就要来CD点点 OK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在这个地方来 给大家干嘛 看一个 我之前写了一个hook OK 这是我在这个地方来 写了一个什么 没有写 戳戳 没有写戳戳 我这个地方用的是这个命令 我们换个命令 为什么我说换一个命令啊 啊 同学们 这时候 大家记好 我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出现 我刚才system 干嘛呀 这个命令 大家来找一找啊 这个命令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咱们有的 那个程序当中啊 会把这个命令给它禁用掉 咱们在这个地方来换一下 叫EXEC 我再看一下 是不是也没有啊 看到吗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干嘛呀 咱们在PIP.IR文件当中啊 能禁用掉系统的一些命令 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现在我们不管它 那么多 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现在是不是出现了 就是干嘛呀 那在这个地方来 我们是不是用它来进行判断 然后呢 判断完成以后 我在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想得到这一些信息啊 但是我发现干嘛呀 我看一下能不能有反为止啊 大家来看好 OK啊 那这时候干嘛呀 我来 再次干嘛呀 刷新一下 然后再次同步一下啊 那一旦把这个东西 你同步写好了以后 下一步干嘛呀 下一步以后 是不是就很轻松啊 明白吗 说说这就是自动党干嘛呀 它的好处和坏处 好处就是干嘛呀 那肯定变得什么 简单了 但是坏处就是 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干嘛呀 是吧 聊呀 有没有啊 是不是执行 那是个空 OK啊 那执行个空 我们不关心啊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开展一下 3W下面的随A.html 是不是没有变化 是不是没有变化 那这时候怎么办啊 这时候大家跟上我的节奏 我们干嘛呀 看好 我现在是复制 然后呢 我总理一下 大家看好 跟上我的节奏啊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问题吧 回车一下 然后呢 走 这时候干嘛呀 我是不是执行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啊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这时候呢 我发现干嘛呀 cd点点啊 我要出来啊 这时候呢 我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回车一下 有没有成功 那证明呢 我这个命令 有没有问题 那证明我命令 这样去写 肯定是干嘛呀 是不是好的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干什么呀 我是不是就可以换一个命令 刚才我们是不是用那个system 是不是不好使啊 我们换成谁 是不是换它 可以吧 那么我们就换这个啊 那这时候来我们来换它 反正这些东西都是PAP命令嘛 对不对啊 你看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 都是PAP命令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来干嘛呀 OK 然后呢 我在这地方来干嘛呀 什么换一下就行了 可以吧 换完以后干嘛呀 我们再来干嘛 保存退出 然后干嘛呀 OK 最后一次啊 咱们干嘛呀 一锤子把它 哼死 咱们走 OK啊 然后我在这地方来刷新一次啊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来 什么第三个 我先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反位值 是个浪吧 啊 是个浪 啊 是个浪的话 然后我这时候干嘛呀 然后这时候我们在干嘛呀 看他一下 我现在大概知道有可能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我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了 啊 这个地方可能还不会变化 是吧 还没有变化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啊 是我们最容易遇到的 大家看吧 这是什么群星 是不是 Root 看好 这是Root OK 然后呢 我Apaq 我现在 我现在 以为你是不通过web 呼喷 执行啊 web 呼喷 执行的话 它是什么群星 他这个地方还好像没有看到什么 用那个 用户吧 那么我们叫PS 告EN 然后来告GAP HTTP 大家来看啊 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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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吧 阿帕奇啊 那你觉得阿帕奇是不是对他来讲的话是其他用户 是不是其他用户 其他用户有没有对这个目录有写的评件 有没有写的评件 所以说刚才这就是老师干嘛呀 其实刚才用System也没什么问题 刚才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你那个字下面是不是有权限啊 权限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这是不是Root 而我这个web呼喷是不是通过web的形式去访问 他的运行身份是谁 是不是阿帕奇 那么你Root是不是可写可执行啊 但是我阿帕奇是不是定了这个目录来讲的话 是不是有其他用户啊 没有写的权限吧 没有写也没有删除权限 而你现在是不是进行修改 修改我有没有权限 我没有权限 人家说我无能为力啊 那这是你要让他有能力怎么办 解一个是777 我们不改 我们换着 这时候我知道哪个问面试的时候问的 说修改群性用哪几个方案 我们都给他用一用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知道了 阿帕奇点阿帕奇 是不是就把这个所属用户和所属组都给他什么 变了 那这时候呢咱们再来看一下 不是 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发现这个叫做什么 是不是叫阿帕奇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干嘛呀 权限你还能怎样 OK 这时候保财干嘛呀 在这个地方来右击我们 我们来同步一次啊 然后我们选择ABC 然后干嘛呀 退缩 OK啊 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他一下 看一下3W下面的A点 来去填没有 可以了吧 是不是自动过来了 所以刚才的问题出在哪 就是一个权限 知道了吧 所以说权限干嘛呀 咱们在Linux系统当中是不能干嘛呀 是不能忘记的一个事情 老师刚才就已经干嘛呀 因为长时间在Linux下面 然后就把有个东西是不是就忽略了 什么东西忽略了 权限给忽略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可以吗 OK啊 那这样来干嘛 我们说自动党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添加了 添加完成以后 我们说在线上服务器 服务器中什么 编写 是吧 接收 是吧 是吧 接收这个操作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叫做裤子代码呀 就是那个叫做同步代码 可以吧 那这个代码呢 因为设计到代码量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干嘛呀 好玩的 所以说我把它干嘛呀 这样执行一下 给大家吧 可以吗 可以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当然我在这个地方呢 也给大家解下来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记好了 我是在哪 我是在这个目录下面 明白吧 OK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有了 有了同步代码吗 然后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地方 大家看好 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东西啊 在你那个词下面 一定要注意干嘛呀 你注意 你同步代码什么 目录的什么 权限 如果权限干嘛呀 如果权限过小 将什么 不会什么 同步代码成功 明白吗 刚才咱们是不是明白了 那这时候我们说 修改权限的命令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 那么这个来 我们就777-2 杠2 777 然后目录名 OK 那第二个来 我们是不是 COW 那这个来杠2 然后来我们叫用户 然后点或者是冒号 好吧 我们用冒号 组 然后呢 目录名 可以吗 明白 那我这个地方呢 我也给大家干嘛呀 解一下来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刚才 是不是用到了一个 什么修改啊 看到吧 我这个地方呢 我稍微把它改成 和你们那个键子 是一样的 跳着 用冒号肯定不会报错 明白吗 知道吧 用冒号是肯定不会报错的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发现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改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变了 变完了以后 我们的代码统部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那此时干嘛呀 此时 在你开发 在开发 码机中 推送 代码 到什么 远程 什么 什么 那个远程 给的服务器啊 服务器 成功后干嘛 代码将会干嘛呀 自动干嘛 更新 到什么 线上什么 服务器中 不需要什么 人员什么 参与管理 OK 这样的话 是不是很方便 你在公司 做代码 是不是很方便 如果说你到公司去的话 你把这套机构 给它搭进起来以后 你说你同步代码 方不方便 晚上做好以后 同步一下 是不是行 当然一般我们在线上 同步的时候 干嘛呀 我们一般是选择手动的 一般在测试环境的话 我们选择自动的 为什么 因为线上服务器 你必须要先经过 测试环境 测试一点问题没有 然后作为老大干嘛 一回车给它测试 上去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要手动的 它绝对安全 因为你自动的话 你假如干嘛呀 你那有一个人 它技术比较差 扒牙鞋搓了一个 然后一个的同步上去 当时没有检查出来 后来检查出来了 你是不是要死了 这时候你干嘛呀 你正在外地 这是不是要死了 心都要了 好吧 可以吗 lide coin 什么 请不吓 别担心